今天我们用气炸锅小模仿的辛香料 来做完全想不到的调味坚果 最后大放松 意识腰果酱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模仿的全新系列 料理想不到 我是Lina 想不到过年 要准备什么样子的灵嘴来招待客人吗 今天我们用气炸锅小模仿的辛香料 来做完全想不到的调味坚果 如果你吃腻了外面的坚果 我们可以买市售无调味的坚果 回家来自己做 过年要到了 我们的菜名也要取得喜气洋洋 就来为我们今天的坚果说点吉祥话 经营财宝邀你来 幸福美满自然好 横批五高好价 最后大放松 教你们怎么做意识腰果酱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坚果的挑选 因为是我们自己家人要吃的 所以我们就要挑品质好一点 能够安心吃下肚的坚果 那我们现在要先做调味的部分 首先呢我们先把蒜丰味油放进我们的喷雾油罐里 坚果一定要喷上一点油 才有办法沾附调味料 而且用蒜丰味油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坚果 沾附上满满的蒜香 因为坚果本身本来就有油脂 所以它其实在气炸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出它原本坚果的油脂 我们今天的腰果的部分呢 我们来做姜黄咖喱口味的腰果 那姜黄它是属于脂溶性 所以它一定要透过油跟油脂结合加热 它才会释放它完整的营养素 再来是咖喱粉的部分 也是一样均匀的撒上 然后我们再把它稍微的拌一下 咖喱跟姜黄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依自己的喜好 来做调味的部分 因为它本身没有甜度 非常适合长辈吃 再来呢我们的杏仁部分呢 我们就来做大漠孜然的口味 这一罐大漠孜然的风味料 撒上去之后呢一样拌一拌 这罐调味料非常的好吃 它烤过以后啊 它真的很不输给外面 真的一定要试试看 好吃到可以拿出去外面卖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 五香罗勒蒜味核桃 复杂一点咯 五香风味 香蒜粒 还有我们的罗勒叶 跟我们的胡椒盐 香蒜粒呢 它非常适合放在核桃上面 因为我们核桃上面的 凤细比较多 有一些凹槽的部分 那其实它再加上油脂之后 它沾附在上面的效果非常的好 罗勒叶我们也一起下 那最后呢 我们就来撒上我们的经典胡椒盐 不用太多 因为它带有咸味 好 现在我们三种不同风味的坚果 都调味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入气炸锅吧 让它平铺在气炸锅 温度的部分呢 我们只要设定 140度 5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用低温烘焙的话呢 我们可以激发 新香料跟坚果 完整的香气 卡好咯 我们就打开它 哇 也太香了吧 坚果的部分呢 放凉它才会酥脆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静置 让它整个凉掉 它整个就会非常的脆口 好 我们现在三种口味的坚果呢 都已经完成了 调味的过程是很有趣的 小模仿的调味料非常的多 非常的完整 那我们在家里呢 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去做 属于自己喜欢的配方 接下来呢 我们要大放送做 义式腰果酱 这个腰果呢 是市售已经清烘焙的腰果 要做腰果酱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先把它再气炸过 让它的油脂能够稍微的浮出来 那烤过之后呢 就可以让这个腰果 在打起来的时候更香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入气炸锅 140度骨分钟 好 我们的腰果呢 已经气炸好了 来看一下 那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腰果取出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 这是一支调理棒 其实如果家里有调理机的 通通都可以做 我们把处理的腰果放到调理杯 接着呢 我们先用低速的部分 先将腰果打碎 我们打碎之后呢 我们就先将我们的意大利香料 直接放入 打刚刚烤完的腰果是温热的 所以你的义式香料放进去之后 其实香味怎么就冲上来了 在打腰果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温度会一直上去 那我们就是持续地打一下停一下 看到它已经开始有点凝固的样子 那就是代表它已经开始出油了 可以发现它整个已经开始乳化了 我们最后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油脂整个都已经释放出来了 然后也成为很浓稠的果酱的状态 就已经完成了 好 我们今天的调味坚果 跟义式腰果酱就完成咯 小葡萄呢 我们用简单的小家店 再加上小模仿的新香调味料 就可以做出各种风味的坚果 做出来的成果呢 也很惊喜 而且操作又很方便 大家一定要在自己的家里试试看 今天的料理想不到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想看什么主题也能够在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